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时候亮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 由我国选手阿和江对着美国选手乔瓦尼的比赛 阿和江身高1米78 体重66公斤 赛前阿和江已经取得了12战11胜的部署战绩 可以说现在你才只有22岁的阿和江 也是我国综合格斗朗朗升起了新鲜 而这个乔瓦尼赛前的战绩为40战17胜 乔瓦尼也被誉为美国版的生悟空 赛前在撑住花布会的时候 乔瓦尼就做出非常嚣张的动作 和用垃圾话来挑衅阿和江 这直接让阿和江怒了 这一让双方在花布会上就已经大打出手 这一让花布会火药位十拙 赛前在裁判要求双方选手相互质疑的时候 乔瓦尼并不碰拳直接走开了 这也让阿和江憋住了一口气 比赛到底有多激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 比赛开始后阿和江马上一记转身后白 将乔瓦尼直接踢飞踢倒了 而后阿和江马上猛扑上去 对乔瓦尼进行中击 由于打得太激烈 二者的头都已经伸到了围神外面 紧接着阿和江直接齐带了乔瓦尼身上 对其进行了重拳重击 乔瓦尼也险些被直接打出擂台 回到擂台后 被高扫暴踢了乔瓦尼 开始招手指来继续挑衅阿和江 接下来只见阿和江过去 就是给乔瓦尼一记凶猛的钟哨 往后乔瓦尼抓住机会将阿和江爆摔倒地 倒地后二者马上进行了激烈的地面残斗 不过很快站起来的阿和江马上以下屁腿 直接踢住了乔瓦尼的面部 第二回合开始后 乔瓦尼马上以低扫开路 不过阿和江也并不失落 马上以重拳击斧打了回去 而后乔瓦尼惨遭阿和江以回旋踢爆踢 紧接着阿和江将将乔瓦尼压在围绳边缘 以连续重拳中击 接下来乔瓦尼被阿和江以回旋踢直接踢到 或许是已经凝教到阿和江的真正实力 这一辆乔瓦尼开始变得有点唯唯说说的 而后乔瓦尼并不主动发起进攻 都在适度逃窜 在此过程中乔瓦尼还不忘继续招手指来挑衅阿和江 这确实有点死心不改的节奏 这一辆裁判都看不下去 对乔瓦尼马上进行了警告 但是乔瓦尼的挑衅依旧还是没有停过 只见乔瓦尼继续抢招阿和江暴揍 双方大战了三个回合 最终阿和江以主力又是迎向了比赛 全场比较下来 在面对对手的多次挑衅 愤怒的阿和江暴放以实力拟压对手 其实不管你的实力怎样 都不能三方五次去触碰对手的轮轮底线 因为这样往往都会让自己付出惨痛的代价 真的是得不惨失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清晓体育赛事 由我大手相伴 我们下期再会